蛇与德是我们常常面临的心灵考验 德是本事 蛇是学问 蛇与德是一种心态 适当地放弃 才能得到一味地强求 反而会适得其反 礼带陶江是三十六计的第十一计 是一个蛇与德的计策 也是三十六计中最无奈的一计 三十六计原文记载 势必有损 损因已异扬 意思是当损失发展到 以不可避免的时候 要舍弃局部的利益 以求的全局更大的利益 礼带陶江出自岳父诗集 鸡鸣篇 陶生路井上 礼树生陶旁 虫来涅陶根 礼树带陶江 树木身向带 兄弟还相望 讲迪是井边的陶树与礼树 相依为伴 虫子来咬吃陶树的根 礼树挺身而出 替代陶树忍受虫子啃咬 不惜生命而死去 本意是指兄弟要像桃李共患难一样 相互帮助 相互友爱 后来借旨带人受过 礼带陶江用作计谋 只在敌我双方 势均力敌 或者敌忧我劣的情况下 用小的代价 换取大的胜利 礼带陶江的应用非常广泛 而且也是36季中 应用较多的一季 最早且最著名的要算田济赛马和赵氏孤儿了 战国时期 齐国大老板齐威王豪赌赛马 每次与大将军田济比赛马 田济都输给了齐威王 输掉了许多赌金 田济的克清孙彬得知情况后 给田济出了一季册 让田济的下等马先与齐威王的上等马比赛 先输一局再让中等马 对下等马上等马对中等马分别比赛 田济就会赢得后两局 因此他就能赢取整场比赛 等到齐威王又与田济赛马时 田济采纳了孙彬的计策 果然田济最后赢得了这场赛马和封后的赌金 齐威王得知是孙彬的妙计 而是田济获得了胜利 很赞赏他的才华 后来封孙彬为军师辅佐田济作战 田济赛马体现的主要军事思想 也正是局部服从了整体 先是主动放弃第一局 再充分抓住齐威王后两局的劣势 发挥田济所保存的后二局优势 取得了最后胜利 孙彬以第一局较小的代价 而赢得全局胜利 充分诠释了李戴陶江的内涵 春秋时期 靖国大臣图暗谷鼓动自己的老板晋景公 灭掉对靖国有大功的赵硕赵氏家族 图暗谷亲自率领三千人 把赵府围的水泄不通 然后把赵府里的全部杀害了 幸好赵硕的妻子庄姬公主 在事发之前已被秘密送进宫中 此时公主已身怀有孕 图暗谷听到这个消息后 想要赶尽杀爵就让晋景公杀了庄姬公主 晋景公念在孤直的情分上 不忍心下手便没有动手 图暗谷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定下斩草除根之计 准备杀掉婴儿 随后公主生下一名男婴 图暗谷亲自带人入宫搜查 但靖国忠臣寒爵 让自己的一个心腹假扮医生 入宫给公主看病 用药箱偷偷把婴儿带出宫外 躲过了搜查 图暗谷估计婴儿已被偷送出宫 立即悬赏缉拿 赵家的门客公孙楚舅 与成英商量救孤之际 公孙楚舅说 如果将一婴儿与赵氏孤儿兑换 我带这一婴儿逃到守阳山 你便去告明 让徒贼搜到那个假的赵氏一孤 这样他就会停止搜捕 赵氏迪迈才能保全 成英的妻子此时正生意男婴 他决定用自己的亲生儿子替代赵氏孤儿 他以大意说服妻子 夫妻两忍着悲痛 把儿子给公孙楚舅带走 成英一季向图暗谷告明 图暗谷迅速带兵追到守阳山 在公孙楚舅居住的茅屋 搜出一个用紧被包裹的男婴 于是马上就摔死了婴儿 图暗谷认为已经斩草除根 放松了警戒 就这样成英带着孤儿逃往外地 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赵氏 十五年后 赵氏长大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在韩爵的帮助下 不久赵氏率军攻打图暗谷 图暗谷就此被灭了足 赵氏报了大仇 赵氏孤儿也是典型的里代陶江记策 成英用自己的亲儿子 替赵家唯一的血脉牺牲 骗过了图暗谷的追杀 然后养大赵家孤儿 赵家孤儿起兵诛杀奸臣报了大仇 里代陶江这个计谋 是三十六计中最无奈的一计 就是因为要舍去一些东西 从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而里代陶江的核心思想 就是以牺牲局部利益 换取全局的胜利 在里代陶江这条计策中存在着里树 陶树以及虫子三股力量 这三股力量相互较量 形成了复杂的形式 这种情况下 要恪守两立相权 取其重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原则 减量牺牲局部以保全大局 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